记得她曾和邓丽君一样红,遭受不堪巨大打击后昏睡11年,今年突然醒过来。因为听到了。 近日,一代粤语歌后丽莎现身为即将在10月,11月举行的演唱会宣传。 媒体镜头中的她精神饱满,开朗剑谈。 但谁曾想到这位昔日天后曾在上世纪70年代红遍东南亚地区,之后又曾混睡11年。 经历人生的高低起伏,她不改乐观天性,在战歌坛,依旧被歌迷追捧。 帝莎圆敏黄幻禅,祖籍广东南海,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新加坡。 9岁那年,帝莎就登台给乡亲们表演唱歌,小小年纪就以嗓音动人在亲朋中而闻名。 进入青春期后,帝莎在哥哥的朋友介绍下去一间唱片公司面试,她一亮歌喉。 唱片公司的老板就被打动,随后相思泪让她一炮而红,也成了她一生的代表作之一。 上世纪70年代早期,台湾歌星雄霸住整个香港乐坛。 但是模样和嗓音都非常甜美,打扮还很时髦的丽莎的出现。 让许多人都耳目一新,当时她的歌曲风靡整个东南亚华人地区。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,丽莎就退出了乐坛。 她离开香港,回到新加坡开始打理家族生意,同时也跟交往对象结婚,生子。 当时她经营一家公司,但到90年代她被骗百万,生意失败。 大受打击下,她开始昏睡,谁值这一睡就是11年。 丽莎说,自己的昏睡,其实是有意识的,但怎么都醒不了。 昏睡到第十年棒的时候,丽莎开始慢慢能控制自己的意识,她不断听自己昔日的歌曲。 仅半年后,她终于彻底苏醒过来,随后她复出,在香港。 新加坡以及东南亚,甚至北美等地都举行过不少演唱会。 几乎每场都是爆满的状态。 如今,她不仅会尝试唱快歌。 也用百变的造型来改造自己,甚至连热舞也开始学习。 创新的尽头不输年轻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